张开嘴了 又被骗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韩天大黑者 我猛猛叔 周一 现在我们来到了吉林非常有名的一条美食街 叫桂林路 享誉全国 司机非常推荐 我们在这边要打卡尝一尝 属于东北的特色美食 但是乍一看 好像都是一些我们那边吃得到的东西 大家可以先刷一个弹幕 如果你是长春人的话 你觉得长春什么东西最好吃呢 为什么在长春会有一条桂林路 就像上海有南京路啊 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区吗 这个叫朝阳区 这就是传说的朝阳区 所以我在网上面发了动态 问了一下大家 长春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东西 我看到了一条非常让我尴尬的评论 是什么 他说 这个一个在长春上大学的无锡人 真的觉得这两个地方都没啥好玩的 对不起 我想起来了 还有朋友给我们发私信 他说萌叔你可以去长春泡澡的 啊啊啊 大夏天是泡澡 对 看到一个一定要吃的东西 什么 烤肥肠 去吃那个 这么点啊 肥肠 肥肠的少 我宝宝给我留言 他说萌叔啊 东北的饭菜菜马都非常非常多 夏天又热你吃不完没关系的 我想说 这也不多呀 里面放了酸菜和辣椒 18块钱 它是臭腹味的 很油非常油 非常的一般 快走快走别骂了 快走快走 又发现了一家店 我想问问看人家这个好不好吃 还说我就买 这好吃吗 一般啊 好 他说什么 哥哥说一般 那他这就是花钱的硬吃是吧 再换一家店 你好我问一下这个玩意你们买的好吃吗 还行 还行 那我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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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敢给我推荐推荐 这边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没有 那我请你 我请你吃个扇贝吧 你替我尝尝好不好吃 我也没吃过 吃个扇贝给我 表演了 哇 好热 是的 此处只录一个粉底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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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你们尝一尝 你感觉他牙不行是吧 没有薯 好烫 太烫了 有没有 看着不错 还行 虽然不精彩 但还行 毕竟薯花钱四个 好吃吗 还可 是吧 毕竟不要钱 猫竹想吃的就是好吃 好 好 我们就去那边粉丝点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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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我们去吃的是冷面卷臭豆腐 这是自己家 老板娘给我拿一个加鸡柳的 加鸡柳的 对 8块钱 冷面里面加臭豆腐 你看 臭豆腐是白的 但是应该是香豆腐 被你发现了 黑豆腐对不起 我还是很喜欢吃黑豆腐的 那你这豆腐臭吗 这臭豆腐是挺不臭 但是这个臭酱臭 哦 螺丝粉还是 都要 来老店 他们真的是这么说的 对啊 它不是炒冷面 它冷面是油炸过的 里面再加上臭豆腐和鸡柳 好吃 臭中带香 香中带辣 虽然没有肉松 但是这个饼皮吃起来有点肉松的感觉 好吃的 没人根本知道下 你问一下老板娘 这有没有吃太好吃了 还是这样的 快点 老板娘 你们这除了你们家好吃以外 还有我们家好吃啊 没好吃的 哈哈哈哈 说他们家没好吃的 都贵 都贵 对对对 好贵啊 刚刚那个都没好吃的 那我们再走走 老板骄傲了 他重点是觉得他自己性价比资金了 哈哈哈 你就挑一个看起来最东美的 最昌春的 身亡一九的烤鸡酱 你觉得能行吗 这个也没人啊 哈哈哈 嚼下去啊 这是一块硬骨头 哈哈哈 味怎么样 也没味儿啊 我们找的家店不对 好又被骗了 哈哈哈 哇这条路感人多 哇这个队伍 像什么皮这个皮 调皮啊 少皮 我看了一下 它和烤冷面有点像 你看到吗 它是弹的 它像个猪皮 是的 原料是红薯啊 嘴嘴嘴嘴看 这什么意思啊 摇头还是点头啊 它是今天我们吃到目前为止哦 最有味儿的 像是辣的年糕 很糯很痰 又辣又麻 又有一点点那种芝麻的香气 而且还有一点酸 有没有酸菜 或者是泡菜 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 又酸又辣 又麻又香的煎饼 哈哈哈 是我喜欢的 但我觉得里面呢 肉给的实在是 闪的 哈哈哈 又遇到了一个宝贝呢 嗯 谢谢 哎你好穷 这是哪的啊 超纯的 这有啥好吃的吗 有 我不放弃 如果让你给我推荐一个 这边好吃的 你会推荐哪一个呀 有一个臭豆腐 然后有个炒粉 再炒粉 对就是那有一个叫李儿 李儿少炒粉 到时候不好吃的话 我会在视频里面说 哈哈哈哈 不要火了 不要火了 李儿少炒粉排队的人老多了 好嘞嘞嘞 发了我一个讨饭的碗 好多人呐 你们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粉和普通粉都不太一样 我会以为它有点像是螺蛳粉那种炒粉 那不是 它是一大坨一大坨一大坨的 嗯 你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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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喝完一杯 谢谢你 谢谢 点灵这个宝贝能 钻头还给我们买了杯奶茶谢谢 哦 树意烧鲜草 你刚说你想喝 对 这个炒粉是什么东西做的呀 碗面是个面 面是吧 你不摸到它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它有点像冰粉 是有点像 但是摸到的时候其实它是热的 它是一份热菜 我觉得它可能过两天生意就不会太好了 为什么 有点热 哈哈哈 但是你一闻 哇 浓郁的麻酱香 有醋 有辣椒 有麻酱 我来尝一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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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说到不好吃 没说到不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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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 我是特别的和我的演员 高清桑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小洞口 我们进去看一下 走 这里面是许愿写排派的 不忘有评论 希望考研的宝宝可以上岸 好 祝你考研成功 等不到我们住了 他有个爱他的家 好 这个我喜欢 要赚大钱 永远和马兴宇在一起 哇 好浪漫哦 他们俩说要结婚 三个改单号 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也希望你们可以梦想全真高 你现在的愿望是什么 赚大钱 找那个好吃的 我以为是找对象了 你们四伯吗 不是不是 你这是啥 好吃吗 不好吃 哈哈哈哈 你在这吃到啥好吃的了吗 没吃着 没吃着 哈哈哈哈 那位师傅悄悄的跟阿布爸爸说 那有花点好吃 真的 然而是你叫人家师傅 人家是大哥 哈哈哈 以后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你还要喊我们师傅的 今年是连锁店 这吃完了得多热呀 天哪 我来尝一下书役烧仙草 百香凤梨菠菠茶 好喝的 他们有百香果 柠檬 菠蘆盐 很丰富 照片子又变成了奶茶测评 画风逐渐走遍 哈哈哈 遇到一个超级高的宝贝窝 请问你多高啊 一米八 有没有有没有 实锤了 要么是你坐下 要么是我实锤 哈哈哈 哈哈哈 怎么了 不舍得饭啊 它冻住了 顾客起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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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辣 好辣 一尝一尝 已经是我们在这里面吃得不错的了 吃到最后发现还是连锁套吃 哈哈哈 最后还是没演出 吃了东北烧烤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的吃饭 哈哈 大洋嘉宾干杯 我都是白的 哦 阿爸正在和这个生蚝做斗针 你小眼熟啊 没有人这么开的 现在是赌上男人尊严的时刻 阿爸爸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现在弹幕正在嘲笑你 哦 哇 给你 做秀是吧 哈哈哈 做好了 我吃了 哈哈哈 东北居然有这么小的串 就这么几个 哈哈哈 不应该啊 我还点这个芝士玉米粒 现在他们有蜜哦 这 这个玉米粒跟我想中的不太一样 怎么样 好吃的 哈哈哈 全部是芝士 上面点这里几颗玉米粒 哈哈哈 玉米粒是佐尿 还是吃生口吧 现在是东北的辣街 现在非常的冷 老弟 老弟也装 需要一个拥抱吗 你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即使在40度的天 我也可以装 好 长春桂林路美食之旅就是这样 用一句话评价一下 全国的旅游景点都一样 来了来了 哈哈哈 来了老弟 吃什么其实 不重要 重要是陪你吃的那个人 哈哈 哈哈哈 转得有点快了 不要再炒作了你 你控制一下自己 我是说 吃的我真觉得就还好吧 但是可以在路上面感受到很多东北老铁的热情 还遇到很多粉丝 还送了我们一杯奶茶 两杯哦 还是蛮开心的 我跟阿爸的美食Vlog一般都是这样的 一般都是踩雷来着 哈哈哈 所以 大家看个开心就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祝你晚安 希望你也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哦 爱你们哦 拜拜 所以你晚上想去捏酒吗 可以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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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